再来看叶问二,日前正在上海拍摄,记者探班的时候恰逢一场真子丹和红金宝对阵的戏份,两大功夫高手过招让人充满期待。 香港有韩国要求每个武馆招纳会费,叶问却认为不合理,当天拍摄的正式叶问找到最具威望的红权当家人红振满理论。 你没有鱼拉,你只会顾住自己,你没有鱼拉,二百多人跟你搵食,你当然可以不用看鬼路面识啊,当然可以买清告啊。 甄子丹在现场神情轻松,红金宝则演出了一派掌门人的气势。 公子,别出去,你想你从而挖走就走啊,那你想怎样?我们上次都没打完,今次又不幸福了。 武戏部分剧组谢绝拍摄,对此甄子丹表示,第二集武戏的精彩程度毫无悬念。 对舞蹈方面,大家都我相信不会怀疑吧,那么也我们的武术指导,红金宝大哥,他谢绝动作肯定是一个保证。 相对而言,甄子丹这次更关注的是对内心戏的打磨,他和熊带玲的家庭生活占据了不少篇幅。 他会在戏里面会生第二个孩子,在家庭那种温馨那种戏的对手戏比较多,我自己挺满意。 每一场戏我都花了很长时间去传摸一些戏的一些地方。 导演叶伟信表示,拍摄期间最令他们担心的反而是红金宝的身体。 差不多有一个月,老师说这里有点痛。 开始的时候都非常担心红大哥的身体脏狂。 索性一周后,叶温二就将杀青,而在现场红金宝警所没头,婉拒了所有采访要求。 镜头只是在NG时捕捉到他难得的笑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